实念法废时短,而所得功德却无尽大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原文,净土之说,有理有计。 论其理,则建于日用之间,而未尝离,前篇所言是也。 论其计,则建于早晨一茶之请,而不必终日逆,实念法门是也。 盖修持法门有九品,人人皆可以修。 虽罪恶之人,佛义不弃,回心向善,则为善矣。 故此实念法门,人皆可以通行。 譬如久违暗示,亦登照之,则为名义。 故虽杀牛屠马之人,放下屠刀,亦可以修。 所以修者不难,亦不防一切俗事。 故在官不防职业,在事不防修毒。 在商骨不防贩卖。 在农人不防耕种,在宫门不防世上。 在僧徒不防参禅。 凡一切所为,皆不相防。 故曰其修持功夫,建于早晨一茶之请而, 遂可以为万万皆不坏之资。 人何为而不修孤? 今有犯物者,一钱而得两钱之息, 则必自喜,以为得息之多矣。 行路者,一日而及两日之诚, 亦必自喜,以为集成之多矣。 是于外物小有所得,而知其喜也。 或两钱而得一钱之价, 必幽之,以为丧本。 两日而及一日之诚, 亦必幽之,以为废日。 是于外物小有所施, 而知其幽也。 何于无身之光阴有限, 则古梅已过, 其师大矣,而不以为忧。 于净土之因缘难遇, 兴而知之, 其的大矣,而不以为喜。 仕途见小的小师, 而知幽喜。 即的师之大者, 则不能知。 何不思之甚也? 旷不费时刻, 用力甚少, 而收工有不可禁言者, 人何为而不修乎? 此时不修, 可痛惜哉。 可痛惜哉。 眼帘法师一文, 说道修学净土法门, 有从一礼上去体悟的, 有在行迹上去行持的。 从礼上说, 敬业行人, 在日常生活中, 凡存心形式皆不脱离净土的理念。 这就是前一篇中所说的。 但若论行计, 只要每天能有早晨喝茶的片刻功夫也就行了。 不必强调要整天修持。 这片刻功夫就是指的十面法门。 因为修持净土法门的成就分有九品, 所以人人都可以修。 纵然是罪大恶极的人, 佛也不忍舍弃。 只要造作恶业的人能显心疾念, 回心向善, 也同样可以转化为善人。 故此十面法门, 人人都可以受持。 譬如一间九不透光的暗示, 只要点亮一盏灯, 当下房间就明亮了。 所以即使是土马杀牛的人, 能放下屠刀, 也一样可以修学佛法。 可见修净土法门并不难, 而且也不妨碍世间一切俗事。 做官的人修十面法门不妨碍他的公职, 读书的人修十面法门不妨碍他的修读, 经商的人修十面法门不妨碍他的生意, 务农的人修十面法门不妨碍他的耕种。 当公务员的人修十面法门不妨碍他的事物, 乃至出家的僧侣修十面法门也不妨碍他参禅。 无论做什么行业, 与修净土的十面法门都不会有碍。 因此论及修持十面法门的功夫, 只需早晨吃茶的片刻时间。 而这片刻修持的功夫, 就足可以成为万万劫永不朽坏的资粮。 有这样大的功德利益, 人为什么不肯去修呢? 每件有做小买卖的人, 花一钱的成本而得到二钱的利, 就喜行余色, 以为已赚得很多了。 走远路的人, 走一日就赶上了二日的路程, 心里也必欢喜, 以为自己所走的路程比平常快多了。 可见人的心里, 对于外物, 只要小有所得就知道欢喜。 假如花二钱而买到只值一钱的物品, 他心里必然就会懊恼, 以为这太亏本了。 走路的人, 要是走两天才紧急一日的路程。 心里必定也会苦闷, 以为这样走路太费时间了。 可见人的心里, 对于外物, 只要小有所失便会忧恼。 然而, 有许多人却把一生中有限的光阴, 白白地糟蹋了。 对于这样大的损失, 反而不觉得痛心。 至于净土法门, 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书欲, 今日幸而能够得知, 所得的利益可大了, 反而不知庆幸关系。 这是突然智慧计较小的小失。 极致关系到大损失大利益, 便一塌糊涂了。 怎么会这样没头脑呢? 何况修学时念法门, 费时既短, 用力不多, 而所得到的功德利益 却有说不尽的大。 人为什么不肯发心去修学呢? 只此时节因缘而不修不学, 真是可痛惜啊。